你們說劉敬章是黑社會是不是? 是 不是 我有個WhatsApp說 香港黑社會不會說 沒有說他是黑社會 是影衰黑社會 你沒有黑社會 你們不要經常說黑社會 我們當然好過劉敬章 我們走去三灰六眼殺人 這個程序 是公開了黑社會的內容 現在沒有 也有 所以我鄭重這麼說 不好意思各位黑社會的成員 哺辱了大家 我用劉敬章和共產黨的形容 你們和你們相提兵 是吧 這個今年是五線運動的一華週年 現在這個理工 這個校董會這個物體 就是這個理工的劉敬章 是因為 說起來是因為學生抗議 他們去剝奪 學生通過民主場 去表達意見的自由開始的 從這裡開始的 同是 阿薩 在學校裡面 阿薩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都是死罪來的 因為 好像快必所說 以前的大學 是因為 反抗宗教的暴政 躲在那裡討論 因為那時候不准 欺臨流傳下來的東西 拉丁文 全部共產科 是這樣來的 這個共產黨 以前紀念五四運動 他說五四運動 他們搞的 有份搞的 因為他有個首領 陳獨秀先生 李大肖先生 都是五四運動裡面出來撐學生的 是不是 好了 我覺得 劉景章 這個人 是應該受到嚴厲的情勢的 我們要快一個運動 是萬人踩 踩他 這條劉景章 這條劉景章大路 不斷走 這是第一 其實在美國 也有個叫Face Beach的運動 很大 Face Beach 不可能大家想 這個 MOOGLE看就知道了 是由五十年代 搞到六十年代 才有 一個自由的大學 對不對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四位同學 權利被人割奪了 他們應該去司法覆核 我想問的 不過 我沒有關係 是不行的 那 他們四位 是需要大家的支持的 不見棺材 不流眼淚 這個就是 共產黨 劉景章 的本質 我覺得 我們要快一個運動 路踩劉景章 萬人踩 之外 之外 最重要 就是支持 理工學生 去支持那四位 為了理工學生 去爭取言論自由的 同學 同學 我來呼籲他們 希望他們 快點 去做這個私下覆核 把劉景章 把劉景章 和支持他的人 釘在此獄署上面 要以後 讀法律的學生 都知道劉景章 是需要大家的社會 好嗎 好 共產黨 節光社會 劉景章 需要大家的社會 劉景章 好嗎